用真诚与员工互动 满脑袋创新的idea 他是统一星巴克总经理徐光宇 他用在地经营的理念 让咖啡馆不只是卖咖啡 更结合地方文化特色 丰富顾客每天的生活体验 高压力的工作之下 却有着文职彬彬的艺术气质 他是金融业专业经理人罗伦友 两位专业的领导人 今天要您一同体验 他们如何丰富人生 各位现场的观众 各位大爱台全球的观众 大家好 感恩大家参加今天的心灵讲座 我是主持人罗伦友 刚才也提到今天有一个很复杂的题目 就是企业的真诚对待 与专业领导人的修炼 很复杂的题目 还好我们今天请到了一位专家 所以请到同一星巴克的总经理 徐光宇先生来阐述这个主题 那徐总要不要跟大家问来 主持人还有近思苏轩心灵讲座的时候 兄弟姐妹大家午安 大家好 那既然要请徐总谈的话 我们就从源头开始谈起好了 我先问一个历史的问题 十几年前统一企业从国外 从美国找进星巴克这种经营的模式 那除了庞大的商机以外 当初有没有想为台湾的咖啡文化 或者台湾的消费者 带来一个怎么样的改变 或者带来一个怎么样的价值 我当时候我是在7-11的行销部门工作 那刚好1996年的 差不多9月底 我接到一个指示 那当时候的徐总经理 他已经有跟美国星巴克 Seattle这边有接触 那他们有邀请徐总经理 10月底到美国西雅图 去认识这个品牌 那是不是有合作的机会 那我刚好非常幸运 那个徐总经理就指派我 跟当时候的总经理室的主管 我们就两个人就赶快准备 这些资料 因为在9月中的时候 美国星巴克曾经有派人来到台湾 跟一些企业接洽 那当时候有因缘机会 我们统一有这个机会 也可以来参与 跟星巴克做这个协商 所以我们把握这个好的机会 我就10月底到西雅图去 那也很快速的把我们所准备的 对台湾咖啡的市场的了解 还有我们统一 还有7-11在台湾的一些经营的成果 那当时候美国也开出很多条件 那希望合作的对象 是跟美国星巴克的经营理念 是要非常一致的 非常重视这个伙伴员工 那也非常有经营品牌的经验 所以种种的这些条件 那我们第一次在西雅图碰面的时候 那也谈得非常愉快 那也邀请他们的国际部门的主管 也来台湾 那这样子经历了差不多一年 到了1997年的9月 我们正式签约 那在9月一直到12月 我成立了差不多14个团队的成员 陆陆续续到西雅图 有三个月两个月 还有这个几周的这种训练 那有不同的功能 有展店的功能 行销的功能 营运的功能还有管理的功能 我们几乎把美国星巴克 所有的这些营运的细节 还有品牌的这些精神 全部都学回来 那在1998年的3月28号 我们就在台北的天母门市 开了第一家店 那时间过得很快 我们到了明年的3月28号 就要庆祝15周年了 我觉得非常开心的就是说 比起14年前的台湾的咖啡市场 那时候台湾的咖啡 有一些日式的咖啡连锁店 那也有一些个人咖啡馆 那当然一些五星级的饭店 也都有这些卖非常好的咖啡 那在便利商店也有很多 这个罐装的咖啡 那星巴克近来真的是造成很大的震撼 因为差不多在90年代的时候 美国星巴克已经展露头角 特别是在96年到日本国际化的这一战 引起全世界的瞩目 那很快14年过去了 发现到在台湾 现在各个产业都在卖咖啡 我们发现喜欢喝咖啡的人 喜欢卖咖啡的人 喜欢到咖啡馆喝咖啡的人 越来越多 那在越来越多当中 对于星巴克这14年当中 也受到一些挑战 但是我们也顺利 用非常正确的一个策略 把它这个转化过来 那星巴克也因为这样子做 非常好的品牌定位的区隔 那真的是目前觉得 越来越多的人喜欢星巴克 那我们觉得这是一个 良性的一个竞争 那当然我们也自我期许 希望我们星巴克 不只是一个全球的品牌 我们希望这样全球的 领导的一个品牌 在我们台湾也可以展现 在地的一个品牌的一个模式 好 谢谢 我想成功的营运后面 一定是有很强大的 企业文化在支撑 所以可不可以请许总谈一谈 这个企业文化的部分 我觉得非常幸运 统一星巴克是一家合资公司 那这个合资公司的股东 是统一超商 统一超商的business model 最核心的就是7-11 它是强调便利 那另外就是统一企业 统一企业是台湾的制造业 它很多的这些消费性商品 遍布全台湾 甚至到大陆东南亚 那星巴克精品咖啡 我们本身的定位就是鼓舞人心 透过一杯咖啡给每一个人 每天到我们的店 叫做第三生活空间 就是家和办公室以外的一个 非常好的你的修气的一个空间 那统一星巴克这家合资公司 我的任务当初97年底 我到美国星巴克两个月的训练 训练完之后 我做一个简报 我希望未来统一星巴克在台湾 是一家真善美的公司 那有一天我跟我们统一企业的总裁 林昌生先生讲到这个想法的时候 他说对啊 我们统一企业就是有容乃大 那统一企业是强调 非常亲切包容所有的 不同的这些事业 那我们统一的创办人 那非常的以这个爱我们的员工 爱我们的伙伴 那也以顾客为导向 所以是一个善的一个企业 所以一开始我们跟我们的伙伴 就互相鼓励 我们希望未来统一星巴克公司 或许不会成为很大很大的公司 但是我们希望可以成为 最有人情味的公司 那这个人情味就是来自 每一次煮一杯好的咖啡 给顾客一个非常好的微笑 跟互动创造这样的 我们叫做星巴克的一个体验 那事实上在跟星巴克 在接受教育训练的时候 我也非常的惊讶 美国星巴克就是 有非常好的训练体系 来训练我们每一位伙伴 在训练的当中 他首先一定会跟我们分享 星巴克的核心价值 星巴克的核心价值 就是热情去做每一件事情 在门市大大小小的事情 煮咖啡 这个清扫桌椅 扫地 收杯子 都是热情的去做每一件事情 还有最重要是要尊敬每一位伙伴 所以全世界星巴克的每一位伙伴 都有接受这样的一个训练 那我们星巴克的企业使命 也透过教育训练 让我们每一位伙伴都非常清楚 我们每天上班的使命 就是要提供优良的工作环境 并相互尊重 那第二个使命 我们要拥抱多元的文化 这个是我们事业经营的必然要素 以最高的标准采购及烘焙 提供最新鲜的咖啡 我们绝对要成为全球咖啡的领导者 还有发挥高度热忱满足顾客的需求 还有积极贡献社区及环境 这个就是企业的社会责任 我们整个公司或是每一家门市 都会非常热情的参与 社区或是公益的这些事物 像我们这14年来 一直关心台湾的原住民的儿童 还有我们关心台湾的一些本地的文化 还有一些摄影种种的这些事情 那当然企业我们的使命要 体认创造利润是我们未来成功的基础 我们持续赚钱投资 让我们的员工可以有更多 成长升迁开店的一个机会 那这个就是我们每天在工作的时候 每个伙伴都非常清楚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训练 最重要我们要融入社区的一个行为 因为我们的顾客都在这个社区 这些顾客照顾我们 拿钱来支持我们 我们提供他美好的体验 那我们有获利 我们也都会在这个顾客 在这个社区里面做很多的活动 我感到最骄傲的就是 我们有270几个店 有90%以上的店都有能力 在单店的附近的社区 他们可以去跟社区做连结 比如说跟医院 或是跟一些这个书店 或是跟一些弱势的团体 做非常好的一个连结 这是我感到非常骄傲的地方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经营理念 使命跟我们的品牌承诺跟实践 谢谢讲得非常清楚 那我想拿到许总您来好了 我想您已经是 这个集团的企业长门任人 已经14年了 那里面注入很多 您自己的理念跟想法 那可不可以先谈谈看 您怎么样从一个广告人 逐渐转型成 今天是一个跨国 一个连锁集团的一个总经理 那您的心路历程 跟您个人的故事 可不可以做个分享 谢谢 时间过得很快 我明年 我工作的经历要满30年了 那快速的这样子回顾一下 我是念文化大学的新闻系毕业 那到了大学4年的时候 我们在大商会选修 那我那时候对广告有兴趣 所以我毕业之后去当兵 退伍之后我就立志要当广告人 不过我们并没有考上 那时候的十大广告公司 所以有点可惜 不过我到了另外一家广告公司 也是有非常好的业务的一个历练 那经过一年之后 我顺利考上了清华广告 那他有非常好的客户 那时候客户就统一企业 那统一的素食面 牛奶 咖啡广场 沙拉油 都是我客户我都做过 但其中有个客户叫做7-11 但7-11在那时候店才60几个店 而且那时候7-11还亏钱的 那我因缘忌讳在那时候认识许总 所以我就一路看着7-11这样长大 从70店 100店 200店 500店 500店 1000店这样子 那我从我就在广告行销这样历练 所以有时候会发现到说 进入一个好的公司 那碰到好的老板 这就是我的贵人 甚至到最后你看到了96年的10月 他让我有机会去接触星巴克 那我把星巴克引进到台湾 在台湾98年开幕之后 就非常成功第一年9个店 我还记得第二年28个店 第三年50个店 我们就赚钱了 我非常风光在那个 统一超商的董事会报告 但是2000年底的时候第四季 开始就经济不景气 消费紧缩 那甚至到2001年的9月 纳利风灾 我们星巴克被淹了20几个店 那我本来那一年 我们公司要赚钱 结果因为这样亏钱 所以有一些股东觉得 我这个40岁当总经理太年轻了 可能在开源 或是在往前冲是还不错 但是碰到景气不太好的时候 不知道怎么去管理 或是去节流 所以本来有人提要 叫我不要当总经理 去历练一下 不过那时候我非常感谢林昌生总裁 他是我的董事长 还有许总经理他非常支持我 那也跟董事会说 再给这个年轻的总经理 再一个机会这样 那隔年2002年 许总经理反而又叫我去兼 上海同一星巴克的总经理 所以从2002年一直到07年 我每个月都要飞上海 所以两边跑 那其实2002年到05年 是台湾跟上海同一星巴克 业绩或是展电数 都是成绩非常好的时候 那在这个时候也感受到 这个品牌的这个 对顾客的这样的吸引力 那从这个地方我学到 国际化的这种经营 那一直到2006年卡载之后 又碰到一次很大的一个挑战 不过在这个时候 我们也透过调查 知道星巴克的 我们所面对的 这些问题的一个真相 因为做了调查之后 顾客认为星巴克的品质 还有服务 还有这个形象是绝对是领导地位 但是顾客觉得 星巴克的咖啡太贵 而且不方便 而且顾客只喜欢简单的咖啡 那星巴克我们是精品咖啡 我们也不太可能就卖便宜的咖啡 所以我们就那时候 跟美国尝试采用这个 买一送一的方式 结果就非常成功 所以经过我们做了很多的改革措施之后 我们在2008年庆祝十周年 扭转这个局面 所以这个一直09年一直到现在 我们几乎每年都有新开店持续的成长 所以这个我差不多30年的工作的经历 有一半是在这个星巴克 所以在前15年的经历 是在广告跟行销 在7的这样的一个经历 那到了后个15年是一个国际的一个品牌 那让我有国际的一个经验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工作 让我学习非常之多 那我也觉得把学到很多的经验 我有参与很多的基金会 也有参与很多我们集团的相关的一个企业 我也可以做一些贡献这样子 好那我们现在来谈谈您个人的修炼吧 那我刚才听到您虽然有些挫折 但是基本上资长生涯是非常成功的 那这个成功背后我相信有付出很多努力 那所以可不可以请您分享一下 在每个阶段您怎么充实自己 在哪些面向上你自我学习 自我挑战 才能成就今天总经理这个职务 我大学考三次 我不是那种很会念书 而且就考上第一志愿了 那也很幸运我考了三次之后 考上文化大学新闻系 所以我讲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不是很会念书 很会考试的人 那我回顾这30年的这个工作经历 我觉得反而是在工作上面碰到很多好的主管 这主管就是我的老师 就算我第一次那个没有进入十大广告公司的 我去一个台城广告 它是一些杂志要去争取一些贸易商 或是厂商的广告做外销的 那我碰到一个主管真的非常好 他都带我去开发客户教导我 让我就一个新的社会的一个新鲜人就不会碰到挫折 就不敢再去上班这样 所以我真的非常感激他 那接下来我到了清华广告之后 也是有一个主管在帮助我 让我怎么样去准备去跟顾客做这个presentation 所以我也感受到不同的主管有不同的一个方式 那也因为这样子我又有机会被许总邀请加入这个7-11 那在7-11那种环境当中 其实我们就在工作当中要学会品味杰出的人才 就算我现在常常也跟我的伙伴讲 因为星巴克这个好的品牌 我们很多非常好的顾客到我们的门市 你只要多花时间跟这些顾客聊聊天 很多顾客一两句话就会带给你很多的一个启发 所以我回想我很多都是在工作的事业里面 比较宁静的去观察我们的这些主管 像我在同一企业里面 我们有这个写周报的文化 所以我都要每周都要写周报 要成我们的林总裁 要CC许总经理 那他们就会给我回馈 你看以他们这种这么有智慧 这么有经验的人 每个礼拜好像我们学生写那个作业 老师会批改一样 这样持续十几年到 你就会得到很多宝贵的一个经验 所以我觉得在这三十年的学习过程当中 虽然我没有再去参加什么EMBA 再去上课 但是我认真的承担责任 那最重要是要开放我们的心胸 不要害怕这个挫败 那在旁边看到很多成功的事情 成功的人 那我们就跟他学习模仿 那去训练 那这样都会逐步来成长 这是一点小经验跟大家分享 许总这么忙的人 但是你还有一个特色 还有一个名声就是你从来不加班 听说每天早上八点钟上班 六点钟准时下班 然后把该给家庭的事情都给家庭 是一个在事业跟家庭都非常平衡的人 那我是金融界 我在金融界服务 那金融界上班的时间都非常长 所以非常羡慕有这样子的规律 但我相信这规律后面应该是有很多 您个人的智慧在里面 所以怎么做时间管理 怎么样在一个竞争的环境里面 把时间运用的零力尽致 然后把多余的时间能空下来 做一个全面的生活 这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经验是慢慢体会到 时间就是生命 时间就是生命 那生命真的是非常宝贵 那我们对时间的态度是什么 所以我们一分一秒 当然就要用在最有用的地方 所以面对时间的态度就会 我们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会想说那你时间要投资在哪里 所以我认为关键就是 你怎么决定你要使用你的生命 你的时间放在什么地方 那最重要的就是优先顺序 因为这个时代这个社会 就会让我们一出门之后 你就会烦恼嘛 要为工作的事情烦恼 要为家里面的事情烦恼 到了工作之后 又有这个交友 还有一些社团 很多烦恼 那每天就要让我们在那边做决定 所以一定要养成这个习惯就是 很快速的就分辨 什么是你最重要 那我想每天我们都在做这些事情 那你可以去想想看 你觉得你是不是很重要 要跟你的家人在一起 你是不是一定要去世界上的哪个国家 看什么样的一个事情 那这个都是你自己要去做决定 那当然反过来就是 真的不要去做那些 时间过去之后 你花了时间之后觉得 怎么好浪费喔 那真的是如果严肃一点 是浪费生命的 那真的就很可惜 那这个是一种 我觉得这是一个体悟 一种觉悟 所以你自己要练习 那我今天要做记录 记录我们就是有日记 我们有周记 因为写了之后是很精确的 你如果没有写的时候 你用回忆的时候 有时候会不精确 而且你要很诚实 你做了什么事情 你自己非常清楚 是有一些失败 有一些成功 有一些学习 那就是你非常好的一个保障 那我觉得时间真的是 非常宝贵的礼物 也是我们生命的一个部分 那最重要的是我们对他的态度 那我们怎么去运用他 希望做最有价值的事情 如果我们每天的时间 就好像我们的伙伴 每天都是快快乐乐的服务我们的客人 那一天我们也是 差不多将近十万个客人 我们的目的就是 让十万个客人都快快乐乐的 有星巴克的一个体验 那你不觉得投资在这个时间 在这个地方上班 真的是乐在工作 这是我的回馈 没有什么 没什么 没有什么 ALLY 你 有 有 这么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